小医生的出生 嘿喲 中叔啊 唱得这么难听 整座主屋的人都听到了 他的难听不是我是老妈子 蛤 太可能 我跟你讲 我妈的总要讲也是 什么陈锋流浪的姐姐不够她来的 你少骗我吗 像当年我吃炸风云 大大小小的比赛我都拿奖 没想到昨天我的歌唱老师 竟然说我唱得很难听 还说我把G唱成CC唱成G 现在连我的儿子都嫌我唱得不好 老师说啦 最近你的海头鹰变成河头鹰了 欠揍啊你 你们两个不要再吵了 其实妈的 而你的听力一律来都很敏感的 连一只苍蝇飞过去 你都听到一清二楚 只不过为什么最近 你的手机响到很大声 你还是听不到咧 最近有打电话给他 他都miss call的 我的手机坏了 你买个新的给我 不对咧 一般铃声听不到 唱歌实力下降 会不会有什么事 不然这样啦 我们做一个跳舞 好啊 好啊 好 两位人见人爱的老人家 现在让我来为您呈现 拆声讲 好好讲 我会播一些音乐 听得到就举手 好吗 好 现在马上开始 听不清楚 大声一点 不清楚再大声一点 嘿呀 听不清楚啦 大大声一点啦 哎哟 妈的啊 整座主屋的人都听到 只有你一个听不到啊 可是我只听到一点点声音而已 哎哟 我的耳鸣啦 什么 你有点饿了吗 有有有 还有耳背呢 好 两位 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或许可以帮你们 变成更好的歌手 Let's go 哈啰 你们好 有什么我能帮你们的吗 哇 这里很美咧 是新的卡拉OK啊 我们三个人要唱歌 或三小时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啊 妈的啊 这里不是卡拉OK 那你要做好的歌手呢 TD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带你们来这里 检查耳朵喔 不要啦 检查什么耳朵 很麻烦的 阿姨一点都不麻烦 你就当唱几首歌咯 因为我们只需要差不多三十分钟 就能得知结果了 可是万一检查出来 我的听力有问题怎么办 那不是必须要带住听器咯 你很丑的 不要不要 阿姨 阿姨 其实我们是关心你 所以才带你来这里检查耳朵 反正不来都来了 对不对 检查一下啦 你看阿姨 如果你做了听力检查 发现你的听力根本都没有问题 那不是很好吗 即使有听力损失 你也不用担心 我们会以你的听力来判断 你需不需要带住听器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的 助听器给你选择 反正我们的听力检查是免费的 免费吧 会痛吗 不会 进来吧 好啊 来 哇 这么多种怎么选啊 哇 这么多种怎么选啊 这些是两耳定制的助听器 嗯 但重要的是要以阿姨的听力程度 和生活环境来做决定 妈啊 嗯 谢谢你带我来这里做免费的听力检查 嘿嘿嘿嘿嘿 听说我们的相伙伴员 很多联锁店都可以查的 没错 好 我去告诉我的耳朵 你还要告诉他们啊 耳朵也是需要定期检查的 像定期检查眼睛这样 定期检查牙齿这样 耳朵定期检查的话 嘿嘿嘿 我们的生活才能够继续多姿多彩 对啊 妈妈 怎么样 其实她很小 你看 小到没有感觉 可是 你说话太大声了 小声一点 好 不好意思 对不起 来 回吧 回吧 哇 我们的按摩给我歌后回来 啊 哎 为什么你愁眉苦脸 今天唱歌你走音啊 幸亏有这个助听器 我没有走音 可是我还是没唱好 为什么呢 忘词咯 好 儿子 你陪我一起练歌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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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